大家好 我是伊克社大醫師 首先 我想跟大家說 謝謝到現在 一直支持我 真的感謝你們 最近 在台灣認識的日本朋友 很多人回去日本了 他們大家都有各種各樣的理由 我可以理解 但是我覺得真的很寂寞 而且 日本的疫情 目前還很嚴重 所以 我真的覺得很擔心 我在台灣 過了差不多三點半的時間了 然後 我沒有回去日本 大概兩年 我真的很想 媽媽 家人 很想 我家的狗狗 很想 我的朋友 很想 我媽媽做的菜 很想 在日本的當地日本料理 我在台灣 發生了很多事情 做了很多工作 吃了很多台灣美食 去了很多地方 做了很多台灣朋友 都對我很好的 有很多很多 台灣的回憶 還有很多 在台灣想做的事情 還想提高 我自己的中文能力 想做更多的工作 想吃 還沒吃到的台灣美食 想吃 好想吃麻辣火鍋耶 好想吃麻辣火鍋耶 這樣謝謝你們 感謝大家的熱情 我決定了 我決定了 不要回去日本了 請繼續 支持我 支持我 蛤? 對 看著你就知道 我不要回去日本 因為很多人問我 你要不要回去日本 所以 我只是想 發表 之後要怎麼樣 我繼續在這邊 好好努力學中文 然後 追自己的夢想 請大家 支持 多多支持喔 謝謝收看我的影片 請大家幫我按讚 加訂閱喔 還有 還沒有追蹤我的IG的人 大家趕快要追蹤一下 那大家 下一個影片見喔 掰掰 怎會 多按讚 唯一 指導 指導 指導